中国古代,预言故事 苦乐均衡 周国有一位姓尹的有钱人家 尹家的当家人是个非常供于心计的人 这样,尹家的买卖越做越大 家产也越来越殷实 这样的主人当然不会让仆人们有片刻的轻松 从早到晚,仆人们总是有干不完的活 整天疲惫不堪 有一位老仆人,由于工作太忙太累 加上年老身体虚弱 常常是强挺着精神支撑着 到了晚上,便累得浑身酸痛,到头便睡 老仆人白天辛苦劳作,身心憔悴 晚上睡梦中,却常常梦见自己不再给人家做仆人了 而且拥有许多财产 有许多仆人侍候着自己 他甚至还做过当国王的美梦 一次,老仆人梦见自己当上了国王 全国上上下下,皆听他使唤 他身着华贵的服饰 吃着从没吃过的山珍海味 享受着荣华富贵 快乐得如同沈县一般 老仆人每次都是被从美梦中唤醒 又被催促着去劳作 每当老仆人累得打不起精神时 别人就来安慰他,开解他 他自己却说 放心,我想得开 虽然白天劳了一些 但是幸好每天都有白昼与夜晚 白天劳作,夜里便能有好梦做 也算是休息了 也算是享受了 主人却刚好与仆人的感受相反 他每天白天虽然享受着富贵的生活 但他整天功于心计 总有想不完的事 操不完的心 心情始终很烦躁 晚上虽然能够入睡 但是并不能休息得好 每天夜里,他一闭上眼睛就梦见自己破产了 万贯家产倾客皆化为乌有 他不得不去给别人家做仆人 而且,他给人做仆人总是什么也做不好 不是挨打就是挨骂 常常发出痛苦不堪的声音 从梦中惊醒 长此以往,他不堪忍受 不得不去求助于朋友 他的朋友告诉他 人生在世就是这样 穷富各有各自的苦恼和快乐 苦乐兼得 朋友的话点误了他 他不再为家产的事煞费苦心 对仆人们也放松了 自己也从此轻松了许多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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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